小米10手机用了一年零三个月,分享一下感受。 这次主要分享电池的续航,还有MIUI系统。 给各位还没用过小米手机的同学一些参考。 在两个月前,我发过一个小米10手机一年的视频,各位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是第二集。 小米手机,数字版本,按说质量应该不会太差。 没想到它的续航真的很差,电池不经用。 这才一年零三个月,续航严重下降,需要经常冲。 更重要的是,遇到天冷,瞬间掉电,从50%可以掉到20%,甚至关机。 这个感受让我想起了苹果。 苹果iPhone我记得怎么说也能撑个两年才会这么遇冷掉电。 安卓手机的电池按说应该更好一些。 这东西就怕对比,我还有一台华为Mate 20手机,用了三年零三个月。 电池续航,现在依然杠杠的,而且预冷不会迅速掉电。 除了续航以外,这台小米10,其他各个方面我都是挺满意的。 高通865的SoC。 屏幕也不错,虽然是滑行光电的。 重量有点重,但是可以接受。 信号啊,稳定性啊,系统啊,都不错。 所以我准备换快电池,再撑个一年。 下一部手机我准备买苹果13了。 虽然我也不是很喜欢苹果,但是目前来说没有太好的选择。 我最早买的是3G S,还有iPhone 5和6 Plus,之后就再也没买过苹果手机。 转战安卓的华为还有小米,两台华为,一台小米。 先分享换电池的经历。 我是想给小米官方客服打的电话。 我所在的地区有两家。 这两家店,小米10的电池都缺货。 我去的时候还碰到一个哥们,他也用的是小米10。 用了两年,也是预冷,自动关机。 换电池花了120多。 换回来的新电池,第一次用的时候是虚电,那个不准。 用了两到三个循环之后,才能体现新电池的魅力。 新换的电池和之前的对比明显。 最关键点就是续航下降很缓慢。 三四千的手机都买了,这100出头的电池还是挺有必要的,我认为。 下面说说米UI系统。 我当时选小米手机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米UI系统。 一直在关注,一直没用过,所以想买个小米手机体验一下。 我很幸运。 我买的这台小米10,目前支持四代米UI。 从米UI11到12到12.5,还有最新的13,它都支持。 目前除了米UI11以外,剩下那三个系统我都用过。 用的时间最多的就是12和12.5。 米UI给我的感觉就是五味杂陈。 手机的初始版本是12.0.7。 那个版本速度很快,也挺好用。 但是容易死机,特别是拍照什么的不稳定。 后来又推了一个安卓11的米UI12.2.2。 那个版本很不稳定,而且耗电严重。 后来我就学会了降级,把它降回到12.0.7。 然后就是万众期待的米UI12.5。 米UI12.5看上去是一个小版本,半代升级,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大版本。 它相对米UI12做了很多精简,速度更快,更省电。 和米UI12相比肯定更好。 但和米UI11相比,速度,稳定性,内存占用情况来看,还不好说。 从米UI一开始发布稳定版开始,我就用它,一直用到现在。 我感觉不如刚发布的时候好用,也有可能是我的错觉和续航步行有关。 现在新换了电池,我不打算用12.5了。 我想升到13,或者降回到11。 米UI13针对小米10这款手机的稳定版,也就是正式版的发布时间是三月底,还有一个月。 但是我有开发版的测试资格,可以安装开发版的公测版。 小米手机的版本它比较复杂,它有四种版本,主要分开发版和稳定版。 开发版又分内侧版和公测版,稳定版又分内侧版和公测版。 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普通用户来说,只有一个版本,那就是稳定版的公测版,那就是正式版。 剩下那三个都是测试的,是需要有资格才可以拿到测试的。 我的小米10手机是米UI12.5的稳定版,如果要换成开发版的公测版,必须要清空所有数据。 以后如果我想从开发版的公测版,切换回稳定版,正式版,还得需要清空数据。 所以说这个很麻烦。 另外还有一个月就有稳定版的正式版了。 圈横再三,我还是刷了过去,主要也是为了体验一下。 刷米UI13,我倒不是为了体验什么新功能,新界面。 我好像已经过了那个年龄了,我需要的是更稳定,更长的续航,更好的兼容性,更少的bug。 总而言之,是为了可靠性。 哪个版本用着更可靠,我就用哪个版本。 这样可以少花心思捕捉手机,因为手机它就是个工具,它是来用的,它不好用,我们才捕捉它。 米UI13虽然是开发工厕,但是我感觉和正式版没有太大的区别。 和米UI12.5相比,续航更加的稳。 这个有可能是和我换了新电池有关。 另外,它的内存占用也比以前更好了,在打开更多应用的时候更稳了。 在米UI12.5的时候,我忘了是哪个版本,它有一个内存扩展功能。 就是能把我这个8个G的物理内存变成8加3个G,多3个G的扩展,是用它的硬盘来做的内存。 我那时候我也试了一下,但是没有明显的变化,反而是负优化。 使用起来变得更卡了,后来我就把它关了。 后来12.5一更新,这个功能没了。 现在米UI13这个功能又回来了,默认是打开的。 而且效果很棒,真的很赞。 在苹果MacBook M1版本的R上,也有类似的功能,就是用硬盘当内存用。 因为现在的硬盘速度也是很快的,虽然不如内存快,但是也比以前的机械硬盘快得不是一个量级。 偶尔的用一小部分硬盘来充当内存,这是最佳性价比方案。 这个方案肯定多多少少对硬盘会有一些损耗,但是一个手机或者一台笔记本能用几年呢? 另外这种损耗也是偶尔损耗一下。 从整体上来看,寿命是不成问题的,我可以接受。 这个和每个人的使用应用场景是相关的。 像我用手机或者用电脑都是属于轻度的,所以我觉得8G内存是够用的。 但如果你是用那种高负载的应用场景,那这个8G内存就不够了。 建议你直接上12G的手机或者16G,甚至更高容量的MacBook Pro。 最后一个话题,我会回到MIUI11养老吗? 自从我买了这个小米10之后,经常有这种想法,回到MIUI11养老。 也有很多小伙伴是这么做的,我估计我也会,或者至少体验一下。 但是从目前MIUI13来看,我不想回去了。 整体上我觉得MIUI13是可以的,符合我的要求的。 再用个一年半载的,我可能又会换其他手机了。 这个MIUI11也不是说没有问题, 它好像是安卓10的系统,现在MIUI13是安卓12的系统。 安卓系统版本越高,对硬件要求就越高,吃资源就越多。 如果回到MIUI11,我最大的担心就是软件的兼容性和一些不可修复的bug。 因为我现在用MIUI13,虽然出现了bug,但是它会修复。 但是它不会对MIUI11这么很多年前的版本系统在做修复了。 所以说回到MIUI11,它也是一种忍,是一种妥协。 其实用哪个版本的系统都有妥协,看你想要什么。 如果MIUI13它仍然很占内存,很卡,很不好用,那我也不会选择它。 但目前来看,测试公测版来看,我觉得它很好,至少比正式版的MIUI12.5要好。 所以,各位用小米10的同学,我在这安利一下,等三月下旬的正式版的MIUI13,各位可以体验一下。 好了,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Achia,我们下次见。